非常謝謝大家在端午連假的第一天 然後來到我們太陽哲午 那有非常多是第一次來 我想說問一下說 第一次來到我們太陽哲午可以舉個手嗎 因為還蠻多的 對因為我看 我看好像也蠻多人的 然後就很謝謝就是 因為邀請到段 段鴻魂老師 對 所以有那麼多人可以來這邊啊 那剛剛 自我介紹稍微長一些 不過我覺得大家都講的很好 就是不論是說是在工作 或是在生活 或是在其他的經驗當中 或者是想要補一些我們的台灣史 補一些台灣史的部分啊 然後我都覺得說 大家都是有興趣然後來聽這個議題 對 那剛剛講到台灣史的部分啊 我自己非常 我不知道說大家對於我們台灣的平埔族群 認識有多少 因為剛剛是稍微有談到一些些有關於自己的經驗跟連結的部分 對 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的是 呃我在 呃我知道我台灣有平埔族群是因為歷史課本上面 然後我只知道三個族群 因為就是凱達 格蘭 格馬蘭 希拉雅 我就是只有背這三個 對 所以就是以前的課本寫的 就是看洗腦寫的多嚴重這樣子 對 所以課綱非常重要 對 然後就是今天就是 就是其實這一場是講 因為我們去年其實有講兩場原住民的議題 那我覺得說 呃 前面有稍微鋪陳了 或者是 對 稍微有帶過一些原住民議題 那就是 我們可以來一場是 批譜組的議題 然後 呃 特別是從 呃 推行非常久了 應該 從1993到現在 大概已經20年的 一個 批譜證明的運動的議題 然後剛好我同學是 這個 非常 呃 就是 社 社族批譜議題 非常深的 就是段文坤段老師 那他其實是我研究所的同學 對 那其實 呃 我第一次知道 他們有批譜證明的議題呢 是在 2009年的時候 5月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 一團那個 鐵記隊 對 就是騎腳踏車 然後串連到其他的 批譜組的部落裡面 然後到 開道上面去 去做一個 呃 證明的一個運動 那我才知道說 其實2005年 台南市政府 他已經認定 呃 西拉雅他是 市定的原住民 但是 他卻沒有被 我們中央 認定說 他是我們 呃 法律上面的 原住民 對 那時候我才知道 其實FEPA 非常的晚 對 然後再來知道 因為就是在 呃 同學活動的經驗當中 我才知道說 他其實在他的部落 段老師在他的部落裡面 就做了非常多貿復證 跟一些 呃 就是 事實上是活動啊 類似當中 有講到 平鋪業績的部分 然後 其實 再推 推 推銷一下 平鋪業績 他在2014年是 已經被 呃 認定是國定民俗的部分 這個是非常 非常難得的部分 因為也是因為 呃 段老師非常努力的在推 這個部分 對 非常努力在他們的 被耍剝弱裡面 對 然後再到今年 對 今年2月24號的時候啊 我就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在請給他向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他地狀了 他要判定 呃 他要 他要請高德法 高德法院裁判說 呃 請他們裁判原住民 呃 裁判原民會 對於國認同西拉雅族 是原住民的處分 他可以撤銷 對 然後就因為這個 因為一直以來的經驗 跟這一次的新聞 然後 我就跟 段坤 段老師說 請他來跟我們 講一下這部分的議題 對 然後 呃 我想要 呃 還有再加上說 呃 其實我們知道 以前原住民是九族嘛 那之後就是 現在到十六族的部分 那從第十族的少族 到去 呃 去年嘛 第十六族 卡納卡納斯的部分 他們都是在做原住民證明 但是裡面 到底有哪些是平埔族群 我看來 我應該就說 格瑪蘭族 那為什麼希拉雅 或者是其他平埔原住民族群 為什麼他們 證明要 這麼的困難 對 二十幾年為什麼這麼困難 那為什麼說 他們為什麼要證明 為什麼要這麼努力做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證明不成功 那等一下就是 讓昆冠老師來跟我們 做一些解說這樣子 我開場好像有一點點長 對 然後就是 還有邱老師 還有邱老師 他也是我們友情 對 他就是 做一些回應跟補充 因為邱老師他是 做 主要是研究原住民族群的文化 對 然後我們的 靜南道學也是在南東埔里 那埔里那完全是民族 那進步原住民族 就是那個 熬舞這樣子 那熬舞 他會做一些補充 對 那我們時間上面 我們就 不再沾用時間 那我們就要給我們的 段路 段老師 那我們掌聲 我們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阿拉阿 達地阿拉阿高 五師來が五師 五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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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佩是我們在講的 日藍你好的意思 好 因為我剛才後面 跟大家講就是 我們的主語 意思就是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的 希拉雅名字叫做 什麼叫 喔 我的資料太強了 我的 希拉雅名字叫阿拉阿高 我來自希拉雅的 甲馬刷部落 我們來講 卡卡哇 我們一樣就是 大家 好嗎 你要跟我回答 哈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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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喊就是好的意思 好 今天很緊張 哈喊 我還以為說 沒有人會來聽這麼冷文的議題 所以呢 我還動員一些暗裝 剛剛有答應 曾正文同學 請等一下會後來拿我的書 好不好 好 好 還有 我們遠從發展的文王老師 他有 應該有八分之一我們寫來的書 算是 很特別 東華大理王老師 還有幾個我們故落的美青人 那今天要來講這個 我是做族群運動已經做了將近二十年 今年應該是一二十年 那我是平虎界的傳奇人 你還點頭 不是啦 聽清楚 傳說中非常奇怪的人 那我的正職呢 我自己開補習班 我是國文老師 作文老師 所以說我才有這麼多閒的時間 可以在外面爬爬走 所以變成了我的正職 都沒有在顧到整個補習班快大 然後都在外面亂跑 那為了自己的族群奉獻 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好 那今天要來聽 結果大家這樣自我介紹以後 我會害怕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要滿足各位 不是 雜腿 不是 各位的需求真的是 有一點 請我們一看看 因為大家對於我們這個族群的認知 可能還是很模糊 我剛才這樣聽以後 所以說我從最基本的電套琴 所以說我們就請阿妹 先來歡迎平虎出場 那時候找阿妹 阿妹幫我們唱一首國歌 你知道嗎 這白白白白白白白 好 那這個大家認識一下 比如說叫我們平虎族 好不好 你在路上說我叫我平虎族 我覺得不會回答 因為你會叫阿妹族叫高山族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大家一定要記得要叫我們的族名 那全台灣這樣的族群 你看 當然這是人類學運分的 哥馬男族 台南哥男 東卡士 古老頭 不散 馬烏鼠 那哨族也被區分 其實哨族也不算 那哨族也被區分 其實哨族也不算 這是化法嗎 紅雅族還有西拉雅 馬卡道跟大陸 這大概這樣子的一個區塊 那這幾年 因為族群是我的運動的關係 所以說 大家喜歡做什麼整個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能去反對 不然之前的話 我們的土地範圍有大了 你看 整個台南高雄平東地區 都叫我西拉雅族 可是人家馬卡道說 我不是阿 語言不同阿 然後大陸問我說 我們做得很近 可是我們的語言不同耶 文化也是不同耶 我們就說 當道種族 對不對 所以說大家有這樣認知 好 那因為我今天準備了60張的PPT 所以我講得很快 好 壓力很大 好 那這個最早的拼姆名詞 是從陳文獎 陳文獎的這個 海國建文錄裡面出來的 那這個看給大家的 這樣很厲害的人 是我們的這個偶像 一人家居他把他裡面的住民族 分成了高山族群跟拼姆族 所以 高山有九族 拼姆有九族 那是從1900年的時候 這個鷹家居 跟這個宿鬼長城走遍的 台灣的各大大小小的 原住的部落以後 把它區分出來的 那開始奠定了 這樣子一個台灣的 族群的分類 那大概這樣的 中文名稱的話 是在這一個 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一個我們台灣學者 名字反正想不起來了 好 他把它訂出那個 中文名稱 好 那 我小時候這樣講 這是殖民政治的分類 把台灣原住民分成 聲官、法庵跟熟官 那後來又變成平易三包、三地三包 又變成平易原住民、三地原住民 人類學的分類裡面 就我剛剛講的 平埔族群各主 跟高山各主 那 所以說我希望 喂 我希望咧 大家咧 都叫我們台灣原住民族 台灣只有原住民族 沒有這樣各主的稱呼 是最正確的 因為那個族群的稱呼 基本上是人類學分的 分到在當代都有很多的爭議 好 那 所以咧 台灣就開始出現這一些的理論 最早的話 是由劉安利老師 他開始去散播這樣子的 叫做完整的小腳趾 小腳趾呢 是皮膚組的 手肘半一柱二到三公分 有橫骨的是皮膚組 因為我都要講 就比一個人 會後會後會後 伸出來這樣講 很麻煩咧 所以說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好 所以咧 因為是我口頭禪 所以咧 大家看到這個 這很穩 對不對 是不是 這一般民間都要這樣講嘛 所以說大家開始在找對不對 需求自己的根源 所以咧 這叫什麼 鬼話連篇 這叫鬼話連篇啊 我剛才講到了 平補族不是一個族嗎 你還拿手機我說 你為甚麼平補族 那你跟我講 你到底是哪一個族嗎 平補族不是一個族嗎 對不對 而且體質人學來講 他不可能用這樣二分法 對不對 那我舌頭捲起來 叫做 捲捲 不捲叫做 不捲 聽一下沒有用這種 他本來在分所謂的 這個族群 所以這叫甚麼 鬼話連篇 憲話不要信 那我們可以去看的話 大概 日子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 嚴選所有台灣的原住民吧 原住民咧 我們台灣族群分成了 身 手 福 廣 後來在1930年代以後 開始又出現了 平跟高砂阿美等等的 那 生的話 大概先由我們知道的 這一個 官方認定的這一些 民族 就是葛瑪蘭以外 熟的話 大概 基本上是平補族群 然後 那 福德亮福樂人 廣 或是略的話 就是客家 基本上你都可以現在都已經 都已經數位化了 你可以到各地方的附身機關 去把你阿公阿祖的名字給他以後 去找出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 這些東西呢 是百分之百證據嗎 欸不一定啦 像我們家族裡面 就一訪全部是死的 因為日本政府去調查的時候 基本上它是用自我認同的觀念 你認為你是什麼人 他就那去信 但是如果說你不知道的話 他會有一些Q&A的一些手冊 讓警察去問他 那時候就有Q&A囉 1930年代的時候 那是1905年開始的國式調查 所以說 你去調查這個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今天是要來 吹回大家的美夢 不好意思 可能等一下會得罪很多人 那一定要讓你回家 因為今天我七小也有來 好不好 因為可能呢 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也有啊 就用手跟腳去區分 然後等一下又有 又有85%的 又有95%的 那很危險 所以說 有時候這樣不要裝熟 好 這是我家的 我家都很熟 這個是我家 我阿公的童養鞋 可是後來因為哭了一個禮拜 就撿裝回家了 那一直哭啊 所以我家裡面都很熟 我們全家都很熟 我阿公阿嬤都很熟 我的爸爸媽媽都是熟 所以我們全家都很熟 我們全村子有80.2%的熟乃熟 好 好 所以等一下我用很快的時間 來帶給大家 我叫媽媽媽媽媽媽是長老的意思 然後我不是輩分很高的 我就說我叫先長起來老 叫做長老 我大概30歲左右的時候就是這模樣 好 好 那我們很快的 這邊很快的讓大家知道一下 現在道卡司祖他每年的8月15號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傳統祭典 那不要懷疑 那一個現在台灣我們講的縣市長裡面的第一大個人 他就是道卡司祖的 是誰 姓劉 有有有有 道卡司祖的什麼事 到底要不要成這個派 好 那他們每一年啊 都有這樣子的舉大選 你看這個是三層紅高 背著去村子裡面到一圈 然後就告訴大家說我們要有幾罐祭典 你看這個 伴歡 伴歡 都還有 都還有 再來 帕布拉的 我們剛才有一些帕布拉的朋友 他們每一年都還會有幾罐 他們在千山南北 這千山南北 這千山南北是後來才搞的 那是帕布拉的 在現在沙路那邊 沙路黑色的 他們很特別的祭典裡面 都要拜生禮跟生禮 好 那這個你們大家要再去找 我用簡單講就好 再來拔這 拔這呢 他們都還有傳統的 應該比較傳統 所以說 因為拔這大部分都已經改裝比較多了 所以說他們每一年都還有辦過年的活動 那會有唱歌跳舞的儀式 還有他們在這一個旅館那邊 還有自己的旅館 好 那這是嘎哈舞的 嘎哈舞在埔里的市莊 他們呢 每一年 這個都還有過年的時候 在舉辦像是招標 標旗 中北部叫做招標 南部的話不叫招標 南部的話沒有拿標旗 南部拿石頭 跟拿草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們部落裡面 西蘭會叫招標 走向 不叫招標 他們的愛人 唱愛在紀念的時候 他們會有這樣子的圍著火堆 來去唱這跳舞 然後他們的族語是很棒的 等一下我們邱老師會特別補充 所以說我應該要 本來說西蘭應該是台灣原路民族 你們第十七族 可是我看了有點漢眼 所以說我決定把第十七族讓給他 嗯 要多樣一點 因為他們的族語都還會講 然後人家對面就可以講了 所以我們西蘭應該要先佔理他 我們第十八號 那西蘭的紀念裡面呢 其實這是 葉姬這個名稱 我高度華遠 非常懷疑 是我們 我的指導教授叫做潘英海 在民國大概70年代的時候 他做紀念的時候開始創造出了名詞 因為我們在夜晚舉辦紀念 所以說他把它叫做夜記 那也有可能是記者 沒有說百分之百 有點空間給我們老師轉發 好 我們的紀念叫做答案 答案是主名記的意思 所以說我們的紀念裡面呢 你看這邊 北投陽 極北少 先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極北少部落今年的紀念 剛好是十月十六號 趕快記喔 要做筆記它 十月十六號剛好是禮拜五 所以說沒有問題 大家去同樂一下 一輩子一天看一次 看過一次以後你就不想去 因為太累了 要玩到三四點 三四點完 我們下午還有隔天 下午還有一個笑海記耶 所以說我們幾乎是兩天都沒有睡覺的 所以兩天一夜十六號 好 那這個的話 還有投射華南產 我講的是台南西拉雅 那像六龍西這邊 農曆解會四號 那小明那邊也是這個時候 各族群的各社的一個經典 就是不太一樣 那這是我們傳統的 拜一頭的馬尾 馬尾就是我們講的 豬 三豬叫叫馬尾 那這是我們的籤曲 剛才有聽人家講說 哇裡面真的有在唱歌耶 可是齁 有時候齁 不知道怎麼講呢 就是刻板是下半個 可是我還是要唱一段嘛 像我們籤曲有沒有 然後因為它是有 就是比較有生氣性說 我們基本上不能唱全部完 就是我唱一小段 嘿嘿 伊那伊那黑 恩伊表 嘿伊加瓦 嘿 好 你們有掌聲嗎 不能唱一點段 因為我們那個祭典 我的禁忌性 那個祭典的歌表在祭典 前一個月才能夠唱 所以說只能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那西安亞的族羽的附贈方面的話 因為我們是全台灣最早被 外來執兵統治的一個族群 我都很佩服我的祖先 四百年前我們是第一個 被荷蘭人這樣援力的一個族群 歷經了各個不同時代的 包括你們民族英雄鄭成功 我們的民族最能鄭成功 現在我們都在土地情況下 示範一下我們這個族群 還可以活得這麼好 這幾年裡面大家看見我們的存在 真的是要配我們祖先啊 我是回去PRO以後 才開始配我們祖先 怪你錢說 幹嘛把我生的這麼黑 人來施我們施言住 所以 荷蘭人來的時候 其實它開始做傳教的工作 所以說 我們現在現在也 PRO裡面產生一些 像我們的歌謠 像我們在秦主禮的時候 會有遙遠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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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遙遠 祖沒有啦 因為我們要帶哭 不用害怕 這是早主禮下來的 我們的咒語 下來的這一次以言還活著 但是你要變成這場生活 你被講的話 它還要有一段努力的時間 讓我們都是從聖經馬太福音裡面 去找出來的 因為荷蘭人 因為我太久 到部落裡面傳教了時候 他呢 就幫我們 把聖經馬太福音 翻譯成希臘牙語是用羅馬拼音的 還有教育問答 還有希臘牙示威字典 大概我們現在所找到的語法 像我剛才講的那些話 基本上都是從四百年前開始見過起 從四百年前這些都是重新找回來的 我們這幾年也很容易再重新揮揮主語 雖然說會不會講主語 不認定為原住民主的一個標準 大家要知道 哪有你消滅的文化 你強迫我不要強迫我母語 你現在要求我一定要強迫我強迫我成年主語 天下有種道理 那馬卡道還有甘阿波 他們的基點是在11月14號 15號的晚上 在屏東的高樹鄉那邊 馬卡道另外一個附路甘阿波 是在現在的萬暖 新柱村那邊 新柱 新柱 他們那邊叫仙姑界 因為傳說他們的祖先 是從蛋裡面冒出來的 是馬卡道的一個路 那還有大龍龍的下一個祭典 這個是在重建的第一年 這是以前在豐災之前的劣跡 他們現在有五團 那還有大龍龍組的是大莊 就是花蘭布里那個地方 他們這個都是大龍龍族群 大概就是在9月14號 15號這兩天的祭典 他們都有習慣祭典 這個是很傳統的招編 我去年去的時候 剛好他們那邊的國中生跑去河邊撿石頭 所以他們銀貨就招編布 這個編布是標旗 是河邊尖銳的石頭 那以前是在列宇的時候 那個要去河邊撿那個尖銳的石頭 那個餐廠的那個文化器裡面 跑回去河邊拿拿了 放在弓線的那個殼裡面 就是這個東西裡面 就是想怎麼做 又要想怎麼做 所以他們的氣點頭那邊 還算是保存不錯了 好 OK 講得很快 接下來就要講比較嚴肅的話題 就要來跟大家講一下說 蘋果族群是不是原住民族 蘋果族群能不能成為原住民 好我就請出了兩位大師 一個是施政鋒老師 一個是銀修、修哲老師 他們常常在一些場合裡面會PK 好 那這個我記憶非常深刻 銀修老師每次開會的時候就講 蘋果族群是不是原住民 是主觀的問題 蘋果族群能不能成為原住民 是客觀的問題 也就是說 你們能不能成為原住民 那是國家要決定的 要很客觀的基礎去評定 那你認為你自己是原住民 是你自己主觀認定的 國家不理你 然後 施生老師講 蘋果族群是人權的問題 是族群爭議的問題 對不對 我常常講 我們族群這樣挺了這麼久 國家該給我們民分的 以前 你們很難理解 我給這個年級裡面 小時候在部落裡面都被人借蘋果大 那大概是東部那邊的 我們馬卡道跟大陸館王會笑 那些阿美主的事蘋果 不干我的事情 跟西拉雅沒有關係 你麻煩我自己要 我本來是小時候被笑蘋果很大的 所以我常講 以前我們要當人 你說你是華納 現在我們說要當華納 你說你是人 都不是當人 都不是這種 什麼道理嘛 對不對 都不認識 都是這個政府在講的 對不對 那種道理的 所以說 這個是基本上 蘋果證明是人權的問題 它當然牽涉到很多 國家的一些問題 然後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到的 因為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 那我們從一些 人群 族群正義裡面來講 聯合國的原住民主的宣言裡面 它講到 無論是基台還是個人 都有充分享有 聯邦憲章 世界人權憲章 和國際人權法所鎮定的 所有人權跟基本自由 第二條它會講到 原住民主 個人享有自由於 所有其他民主和個人平等 有權行使 再去權力使不受任何行事的歧視 等等等等 這個是 不是這樣子 再來看一下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國家田地公園文化 並積極維護發展 原住民主的語言跟文化 它講的 國家因應民族意義 保障原住民主的地位 跟政治參與期 跟它這一些東西 我們本身是原住民主 但是呢 它的認定 它所謂的原住民主 在國家線路檢裡面看 它不按照線 它去走 而且它去縮線的 所謂的原住民的定義是怎樣 好 那我們 我們身分會喪失的原因是在這裡 民國四十年的時候 台灣省政府辦定的 所謂的3.3.2政調組 你看一下 這邊 跑掉了 你看 它行穩是哪邊 彰化雲雲 台南澎湖除外 還特別註定 所以希臘牙沒有被通知到 它正定 我這一張的邏輯要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國民政府那時候 腦袋瓜裡面 真是問哪邊有原住民 就是有原住民 哪邊沒有原住民 就是沒有原住民 所以它認為台南地區不可能有原住民 而且那時候只有四十年的時候 就有所謂的三地原住民 還沒有平地原住民 那時候要三地三包 沒有平地三包的一個概念 是到了民國四十五年的時候 你看四十三年的時候 聯誤我們當初的最高的這個研究機構 叫做省國建委 它把台灣的九族修訂 要有特定的建築稱出來 是這樣子出來 好 再來 民國四十三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 有第一張書 出現了 是因為 就在我們這邊 台中縣 常委選舉有關係 他請示一下說 居住平地之平古族 應視為平地人 或是三地三包一案 他說居住平地之平古人 應視為平地的人 列入平地前的名冊 那時候是四十三年 對這個族群是以前是 我們這本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那真正上次是在這邊開始 民國四十五年的時候 翻定所謂的平地三包的 政經標準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行文 台北、新竹、南投、屏東、花蓮、 道遠、苗栗、高雄、台東 所以基本上 他講的這邊是 剛才主持平地三包 這邊他行文是給這一些 也是國家認定裡面 他腦袋瓜裡面 他那個非常confused的一個思想裡面 認為哪邊有所謂的平地原住民 所以說他行文到哪邊 花蓮台東是給誰 是給阿美族 還有部分的平安族 還有這一個 恆春的阿美 恆春的台灣 還有賽下 那還有這一個 少部分的這一個 高雄地區的 滾灘還是沒有 因為他認為那邊 沒有所謂的平地原 平地三包 所以這一次的登記裡面 我們當然沒有被通知到 接下來呢 屏東縣政府 他行文 給這一個省政府 他說 這是時代基督的平地行政局者 其戶籍資料部董族為首者 與光波基督的平地行政者 是否在這定位平地三包 因怎樣之 對不對 他是講這 可足以登記為平地三包 是否可登記平地三包 而且是屏東縣政府 當初是為了增加一席的議員 為了正在一起的議員 平地三包的議員 他特地行文具備 好 我們看一下省政府的回答 他說 一時時代基督的平地 其總組為首者 應認為平地三包 四十六年的時候 是公文橫展明點點告訴我們 評估足取是可以認定為平地三包的 那為什麼沒有這一些人去登記 有有少部分格馬民主去登記 四十六年因為業績不好 因為平地三包很多 根本不知道要去登記 業績不好 四十八年又去請地方的公首 再去新聞一次 然後壓力到這一個所謂的這一些 我們處理幹事 請處理幹事要去宣傳 那處理幹事 糟糕餒 這樣子業績不好 於是開始去搜刮 平地原住民的這個身分證印章 這個我們都問過啊 在花蓮地區的新設地區就是這樣來的啊 所以格馬男主當初會有一群人 去登記為平地三包 是因為所謂的這個村裡幹事 去收去公所登記的 你也可以去我們去跑了很多的平地三包的 平地原住民的一個村落裡面 其實你去問的時候 溫來高一輩的人 當初為什麼去登記為平地三包 不知道 不知道 都是村裡幹事去哪兒 所以46年48年我們試兩次 再過去一次是52年 總共有三次的普登記 那因為正本沒有什麼行為到我旁邊嘛 而且大家要理解一下 在那個時候的所謂的時空背景之下 你要叫我們這一群人 已經被嚇花 那嚇得那麼樣嚴重的人 還要繼續登記為平地上 真的是有一點困難 有一點困難 希望大家也能夠理解 但是我們的國家不會理解的 好 好 那我們就看到了歷屆的這一些 這一個 尤漢尼 瓦里 瓦里斯北列 藏人江 孫大川 跟林薑尼 我們玩個點點看 大家認為誰會講怎麼樣話 答對了等一下送你一本何書 真的喔 喔 只要一提被就開 沒有 他舉手啊 送書耶 哪一個 隨便點一個 我們看對不對 可能有研究過我們才知道 我猜猜看 這邊是 那個尤漢尼 對 民進黨金證 哪一個 這個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 什麼 不是 有嗎 那一聲支持我們 好來 還有沒有 孫大川 孫大川 下面那一個 這個 孫大川是不是 這樣子按下去會變成 跑出第二個 所以你要按照我那個尺碑 你能不能改歐歷屎 你能不能改歐歷屎 要不要改歐歷屎 不要 等一下得到歐歷屎 誰說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不是 這個 不是 不是 我是要問我可不可以回答 不是 張仁鄉 左二 張仁鄉左二 我們看一下張仁鄉 打 對 等一下一定送我的書 好 那孫大川 沒有 孫大川 有沒有人覺得孫大川是一個文學家 應該會比較大漫的情法 第三個 答對了 所以第四個不用問了吧 所以說歷屆不同的所謂的我們講的 我們講難聽一點 這些都是原住民界的買辦 有的不是啦 不是全部啦 像這一個這兩位的話 還就是會聽我們講話 那以下這三位的話那就算了 很多原住民對於這三位也都是很有意見的 好 好 孫老師是我很尊敬的學者 但是當原委會主委會就不一樣了 好 所以從這邊我就可以讓大家知道現在原住民委員會 對我們的態度是怎樣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今年原委會很莫名其妙拍的一個座談會 它開始研討三個方案 假案 修正原住民身份法 刪除第二條第二款 登記憑立三包要件 一案 就是修正原住民身份法 這邊呢 制定一個平土原住民身份證定條例 制定平土原住民發展條例 秉案呢 制定平土族證定條例 制定平土族證定條例 制定平土族證 瓜董哥 大家可能會 聽不懂嗎 我們在那邊脈絡 來我跟大家講 第一個假案就是完全承認 就是跟現在所有的原住民族 都是一樣的權利義務 第二個案子就是部分承認 就是可能給我們文化權 語言權 其他人都不用講 第三個案子是什麼 探索 探索 去成立一個叫平土族委員會 不要在原委會裡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原住民身份法裡面 第二條裡面講的 三地三號 叫平地三號 因為我們比較 比較有關係的是這條 台灣光復前期 原局在平地刑事區內 請戶口調查部 登記其本人或 直系 血清 清楚屬於原住民 並申請戶籍在 第三正式公所 登記了平地原住民有案子 所以說原住民這三個字 已經被他們註冊 當對象這個法 都完全沒有通過我們 這些平土原住民組的一些商量 他說定了 定了又就是 我跟他講 四六四八五六三四 沒去登記有案子 登記有案子 我會這樣 露碼差不多 你不去登記有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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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那個時候 在制定這一個 兩千一半的 原住民生物法 基本上奪命 已經都沒有參與 所以他當然是會上市 這一條裡面 就綁死我們 包括我們現在原民會 有沒有請一個 叫平骨小組 平骨小組裡面 我們只要用到 原住民三個字 全部被把它拿掉 不准我們用 所以這個是很不公平的 好 那就是你看第八條 以本法制規定 因據原住民身分者 於本法實施前 因為結婚收養 志願拋棄 或是其他原因 喪失或未取得 原住民身分者 得檢據足 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 申請或回覆 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他有放棄的 他有被收養的 他被收養他不知道 他可以回來再重新找到 他的母親這邊的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身分法 是這樣子 是跟著所謂的 你的同性的 被親屬的祖先 比如說 我爸爸姓斷 可是呢 因為他是被我媽媽召罪的 我媽媽姓潘 後來因為 就沒聽過 就是 就是 漢人給我們 評估原住民召罪的時候 他必須要 其中有一個男生 分給這一個 所謂的這一個 爸爸這一邊 那是要跟爸爸的姓 爸爸沒有原住民身分 媽媽有 可是你跟爸爸的姓 你就沒有原住民身分 但他這個是 可以重新再恢復的 來這兩位 因為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然後 現在原門戶主委 以前是東方大學的老師 陳張平爾 我認識他的時候 是在活光 那時候在張平爾 後來改成陳張平爾 高興出美 大家很清楚嗎 都是因爲正在揮過 那為什麼 我們不能解決 日本人一樣是在援選的 那些原住民身分的生跟熟 我們揮過的生分呢 所以他是談第二條 不談第八條 第八條是可以的啊 對不對 但是他還是卡死在第二條裡面 所謂原住民已經註冊了 已經被國家註冊了 所謂原住民他們的定義 是很清楚很嚴格的 好 所以我們這裡其實是慢慢長路了 那這邊就開始要得對人了 基本上都有講我們漢化消失了 漢化這個名詞的話 其實大家如果說有認真正的 所謂的文化啊 觀念的靈性上 不會對所謂的漢化這個是很贊成的 他牽涉到很多的這個 之大的主義的一個想法 他說我們消失 我還活得好 好好的站在這裡 沒有消失 樹長很多都這樣寫 漢化消失了 那我要講母語講假的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些 是我們課本上常常會講的 一般民間社會裡面講的 再來說台灣人都是漢化的民族族 哇這個我也是我們最進步 常跟那些人站到 到最後我自己把它封開掉 你根本沒辦法 在之前 林曼老師還講85% 你知道嗎 比汽油占哪一塊 你看啊 我們的92500系 到92500系 大概要經過好幾年吧 可是你看85% 市炸大概在2004年的時候 林曼老師開始提出來 可是到了2015年的時候 你知道 漲多少了嗎 95% 那我們不用做運動了 韓人趕快做運動 你們至少是民族都趕快趕快 趕快 因為只有5%是蠢的漢人 好不好 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所以說 是因為叫做沈建德博士 他寫的台灣血統 林曼老師是因為他的研究數據 有一些問題 我們在社會學科 跟幾人學博士 跟這個陳淑敦老師 也跟他對比過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一下 台灣社會學科 裡面有這樣的辯論 但是我們還是輸得來 因為一般的民眾還是這樣 因為我們台灣也是一個 類似像石根的藍花 因為對岸我一個壞兄弟 一直想要欺負我們 所以大家認為 要跟他斷絕關係 那我想這句話 我真的是會想到大家 難過的話 差一點點練就好了 就是說 你不要討厭中國人 而愛上希臘人 麻煩一下 不要利用我們這一些 可憐的希臘人 或是貧乳族群的 這一些原住民 然後要去遂食所謂的國族理論 為了要跟中國切根 真的是不太道德 真的沒有影響那麼多 那這個人還說 你還是黑肉店 就可能是貧乳族 啊娘 起家無水 去幫你做 黑肉店就可能是貧乳族 他書裡面寫的 所以我們台灣是充斥了 這一種不科學 不理性的一種 東西在對付我們 所以說我才講說 我們這裡是漫漫藏物 我不單單是要對抗政府 我不單單是要對抗現在的 官方原住民主的 小部分的朋友 而且我還要對抗台灣大社會 對我們的情勢 跟對我們的顧民化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說我都覺得 我們的政治正式慢慢產入 我已經做了20年 這是一個民會的影韵 去打官司的剛才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瑪莉亞威尼爾演者 瑪莉亞威尼爾 這原本的影韵 我已經拉得越長越好 瑪莉亞威尼是美好的 是不是漂亮的意思 威尼爾是什麼 是妹妹 所以說是這麼妹妹 而且他拉得很長喔 瑪莉亞威尼爾 好 他剛才有講到這一段 那我就不用再講太多 好 那高領行政法案 理論判決文竟然是這樣子的 這是我們司法機關 他講的 本書行政院原住民組 組織條例的第四款 第六條例規定證明 上述人 被政定處分 如政定署原住民 再施其核發之相關文件 向故政機關 辦理原住民身份 證明 把責任再推給原民會 所以說它是什麼 散 法官是在散 他把所有的 這樣子所謂 我們在講的那個 行政程序裡面 行政的書 喪失了我們 原住民身份裡面 他用這一條 這樣丟回去 給原民會 原民哪有可能 核發這些相關文件 給我們 不可能嘛 對不對 各位看 這個叫陶 原住民三番之 認定與範圍 立法者 基於國家資源之有限性 有立法財產空間 我們的族群被欺負了 四百多年 你竟然跟我說 我沒有錢 真不好意思 我不會當認定你習慣你 什麼樣的道理 世界上有這種嗎 世界上有這種 是因為 我的國家之外有限 而 因為這個因素 所以我法官判你 不能成為原住民 這叫什麼 逃避現實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一下 前面講的那個什麼 漢化通婚那百分之八十五 我舉個例子 這是我的部落 在這日時期 有一個叫尤堂坤的人 他去做體質人學的調查的時候 通婚 他們通婚 這是在1935年的時候做的 1935年 就是這樣 品成品就是 都是娶我們自己的人 他的婚姻範圍裡面 就是婚姻圈裡面 有這些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部落 環仔給環仔 找我的翻舍裡面的 像我媽媽就是從大內頭舍來的 都是這樣子 來 這樣子的通話比例裡面 自己的族內婚是 百分之七十個多次 總要在短短幾年之內 可以變成百分之八十五 甚至百分之九十五 打死我都不相信 其他族群我不敢講 但放在西拉雅裡面 絕對是不對的 好我們再看一下另外一個 叫蘇貞輝的 一樣做整個左陣地區的 這些的 好 看得更高的 你看喔 這邊還包括了這些 都有做 左陣地區的是多少 92.83 所以你怎麼去做民國說 現在西拉雅園 跟漢米同分已經高達80% 我不會相信 這是有憑有趣的 你在這幾年裡面 其實像我部落裡面 在民國大概七十年代以後 開始農業社會 轉變成工廠社會的時候 人口開始 往都市裡面流動的時候 那種通風比率 會比較慢慢提高 這無可否認 那像我部落裡面 有一個小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我部落裡面有一個女孩子 跟隔壁的漢人談年代 然後問題婚嫁以後 帶回去給他媽媽看 他媽媽看見那個女孩子 長得黑黑的 眼睛大大的 對不對 你眼睛大大 吃倒了以後再說了 他媽媽看見那個女孩子 問他 他說 欸 那個 女孩子 你對的啦 他說 我是把我搶 媽媽連馬上去掉 他一直帶回去以後 他跟他兒子講 你不能給我取翻譜 你如果我帶翻譜 南純的新主牌 會公署 會好賞 翻譯一下 那個態度 他意思就是說 你敢給我取翻譜的話 我們家裡面 神主牌裡面的祖先 會哭三天三夜 後來這兩個人就不見過 這是我們那邊發生的 其中一個案例 所以說 你還是沒辦法去說服我 百分之八十五 好 再來 這可以看到 張兄 你看 我們這個出章 手翻比例是百 百分之八十一點八 百分之八十一點八 所以說 我們那個過程都保持這麼好 這是因為我們的人口 多 是全台灣排名熟翻 當一個村落裡面 應該是第三名 應該第三名 所以說我們那個 部落的祭典 是東北人中斷過的 包括在這次市集的時候 黃化運動有東北人中斷過的 來時間快要講我 我講快一點 差不多了 好 來 所以說當初黎秋葉老師 在推估的時候 升翻的人口十三個 我用當時的語言 不好意思 這樣子會得見到 我們自己的兄弟 升翻的人口 成長四倍 現在是五十四萬 那平埔呢 如果說全部的熟翻來看的話 應該在二十四萬 左右啦 依照這樣的成功 成功比起來算的話 但是你要知道一下 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 當初 原本身份法裡面 讓一些人 可以重新恢復他的 一個 去找到他 比如說他母親 有這樣的原本身份 他去改姓的 你知道多少嗎 他在2009年的時候 有一個學者 他有做這樣的調查 你們猜猜看 有幾%的原住民 逼得這樣子的 趕回去 這一個 他們姓的 9% 9% 所以說 這些人 如果說 人很怕 我們很多人 母系的 他母系裡面 有他改回來的 其實也不用擔心 不會多少 如果有9% 可以算 我們算10%好不好 所以現在 原本裡面 一直在講說 我們的人統 把我們講說 我們好幾百萬 其實有熟患登記的 沒那麼多啦 日子時期比較有點擁具 我們低部先做這個 後來還有一些認定的 再說嘛 不然的話要搞在一起 搞到說清朝的時候 有土地文書也算了 那邊算啊 對不對 那我乾脆就 回去做太陽算了 很生氣餒 對不對 哪有搞這麼多 就是低部裡面 我們可以去很清楚的 有證據去證明的嘛 所以說 絕對沒那麼多 所以說 現在原本會採用的是 三種的恐惡論 第一個叫做人口恐惡論 第二個叫做自圓恐惡論 第二個叫做政治自圓恐惡論 對 怕我們強調平均原住民的席位 第二個怕我們強調 所謂的政府的補助 第三個是 我們人口那麼多 會稀釋所謂原住民的原性 基本上是沒有這樣子的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不能講那麼細 好 所以說呢 大概 如果說我們用本動式去講的話 大約會時之後 也到不到哪邊去 不用擔心 好 所以呢 那這是我口講的 你看 這是我講的老了以後 就像這樣子 這叫族權正義 很多很多朋友講 正義一定會得到勝利 但是這個國家恐怖統治之下 你會不會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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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來看一下我們希拉雅 好 因為我是希拉雅的 所以我剛剛介紹你們 好 我們希拉雅是 是很會秀十字秀 當然有人會在糾正 你叫類十字秀 好 他反正我不是專業的公益師 好 十字秀 你看我們自己能恢復 我們找到很多博物館裡面 其實希拉雅的服飾文化是非常漂亮的 是非常重複的 這都是跟我們文化相關 像這個 這隻鳥 你看到這隻鳥 基本上不是大霧的 我們就起來一來的 這隻是什麼 環井子 以前希拉的時候 就記不得到 我們會把這種鳥的羽毛 來插在頭髮上面 唱歌跳舞的環井子 那屏域跟丘陵地區都還很多 好 那還有 你看 實際上還有狗 因為以前我們去打淚的時候 都帶過 這是1870年的時候 一個英國攝影師 叫叫John Thompson 他所拍的台灣第一批黑白照片 拍的是台灣的希拉雅族 台灣的名字 也是借我們希拉雅的 因為以前那邊的名字叫達尾瓦 荷蘭裏 叫做達尾瓦 漢裏把它分析到大圓 所以說台灣這個名字 是從大圓那邊 開始擴散到整個島屋上面 所以台灣這個名字 如果說不在我們這裡的話 希拉雅會打國際關係 你們這張給我們 你們不要叫台灣 你們叫出我們上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都還會釀酒 我以為我們是 正希拉雅 希拉雅師大聖 其實我們還會釀 類似像這樣的酒 我們就要打半句 那是莫名酒 喝起來會有很強烈的一個味道 很好喝 趕快去補我 我釀給你們喝好了 那這個都是 相關石鏽上面 你看這個 有人說是 可以蓋起來 有人說是雞罐瓜 這是我們帶的花管 這是我們雞罐的方式 我們希拉雅裡面 這樣子用瓶子去裝水泥 上面插濾色的葉子 然後把竹林挺下來 那個瓶子不是神體 它是一個容器 然後我們都拜阿彌吉 阿彌吉就是 一個冰冷 然後帶著我們的阿彌吉 就是酒過去 要噴酒 跟竹林打招呼 跟其他原住民 你熟了點酒 散在地上 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家好賣 你用噴的 好 這是我們的希拉雅新娘曲 好 我們有一些 跟老師合作 有一些文章上面做的 這是在展覽的時候做的 好 好 那還有我們很獨特的飲食 在翻車採用圖裡面 都有 葛蘭人有講的 烏龍裡面還有很多的飲食 文化系統和很大的差別 好 這是我們部落裡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傳統飲食 去改變 改變口味 來變裝飾以後 到我們部落裡面 可以去吃我們的風味餐 一周兩千五 我們還有保費的方式 那個是比較便宜一點 一百五 那這個 我最想講這個叫做 山海的滋味 因為我們是從海邊 被清朝政府趕到山邊去住的 所以說呢 用這個羞羹小卷包著 西邊可以抓 你每次過的 吃過的這個 桂苗過貓 包在一起 那你嚼第一口的時候 你聽到海浪的聲音 嚼第二口的時候 嚼到那個桂苗的時候 嘶嘶嘶嘶 三件吸水的聲音 所以說這一道叫做 山海的滋味 醬瓜 像我們部落 甲瓜少爺的意思就是 木棉花的部落 所以我們有很豐富的木棉花 木棉花 從葉片 從花裡面的水 乾掉以後 可以泡茶來喝 然後採棉花 來當枕頭 所以這是我們 國小小朋友的畢業製作 要去採棉花 從掃棉 採棉去製作 這樣子枕頭出來 寫上一首詩 還有上面再上面 representative 那我們的信仰呢 是我們的信仰的中心 希臘雅裡面叫庫瓦 漢人幫我們叫狗桿 漢人叫狗桿 那東是一個 東方基裡面開始寫到狗桿 阿泰哥都延永了 我們叫庫瓦 又有另外叫庫瓦 那這是我們祭典的情形 都拜幾頭珠 在希臘雅裡面大概這個是很清楚 還有從清朝看到的文獻裡面 到現在還是一樣 來 手牽手這樣跳 漢人跳紅腿這樣子 OK 好 這邊是 這是世襲的也是一樣 都還有文獻 那這是我們部落的紀點 校台紀 那我們的部落的這個紀點呢 對證明國家狀況民俗 全攤著十六 今年為止就十六個地方 我們是第十四個 所以基本上一定有他可看之處 我們才會成為國家民眾商民俗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 這裡是我們現在營造出來的點 這是我們多多學牌 這是裡面有類似像民俗的東西 也要講民俗的 接待家庭 業績的時候 大概提早預約 現在大概被訂了三至二 可以去我們那裡住 因為我們這裡都在做這個部落的營造 那也希望有機會跟大家多多認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段大哥的理想 因為他剛剛稱呼我妹妹 沒有 好 稱呼我妹妹 所以我要證明一下 就是私底下要證明一下 私底下要證明一下 私底下要證明他段大哥或段學 要證明 然後其實大家看那邊資料非常非常多 我這次要哪裡來的 當然就是我們段大哥他私底下去跑田野 或者是去蒐集一些非常多的資料 所以他 他是我們同學非常 或者是說外面一些朋友 他們非常尊敬崇拜的一個人 因為他要當補習班老師 然後又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要照顧家庭這樣 所以大家知道說他的 他為什麼不心肝要倒了這樣子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請邱老師幫我們做一些補充 這樣 大家好 那我想 我想先從我自己的角度 跟我的經驗來談一下 頻譜這件事情 那我想大家剛剛很多 很多覺得說 一般的人會對頻譜有過程 很科馬或錯誤的影響 又好像不死一般人 學者也一樣 我自己從研究室 就是說我自己是念的類學 我做原住民的研究 我從碩士班 我來做 做那個原住民的研究 可是我的原住民 其實在學界裡還是很清楚 所謂的原住民研究 指的是所謂過去的高山族的 那頻譜族 當然也有學生在做 這兩塊過去幾乎是不太溝通的 那頻譜族 過去做比較多的是 歷史學家做的比較多 有少數的人要在做 就大學話我們看 也是過去式 是不是跟歷史比較有關係 我們在做 所以我雖然會做原住民 其實都並不足不了解的 只是我看過一些文竊 那人類學在比較早一點時間 其實談很多漢話什麼的 很多其實人類學家 這樣子形容的消息 所以過去受到一些文章的影響 我也會覺得說 並不足好像就是漢話 那我的印象怎麼改變的呢 其實就是因為 對黃坤道 到紀大日所來念書以後 然後認識他以後 然後我常常在 我是在講這什麼時候 我講到原住民 我常常會忘記他是原住民 因為他實在跟我過去 接觸原住民的課本 這樣太不一樣 第一個他的語言上 就會覺得 欸 因為他的 閩南語六道在四 他閩南語超級好 而且比我這個閩南人好太多 就是可以講非常典雅的人 的話 所以我常常會忘記 他是 然後他就會很溫柔的 可以提醒我說 老師我也是原住民 我說喔 對 可是那你一直很難去 去學校的廢話 就是這樣 直到第一次 我帶學生他們去 雞肺上 然後就讓我整個改觀 那我改觀的東西是什麼 兩個東西 一個你如果去過他們 看過他們那個故事牆 那個真的非常的厲害 我看過這麼多原住民的故事牆 像很多不容易照過這故事牆 他們是看我最厲害的一個 或什麼 那故事牆裡面有很多 二十幾福吧 故事 那就是他們在做過路照的時候 他們 他們先透過老人家去搜集一些故事 然後他們再講 也需要講小朋友聽 小朋友畫成畫 然後做起來 那為什麼他們這樣那麼厲害呢 就是他們的故事可以從 很過去 譬如說他們渡海來 怎麼會有海記 一直到清朝 我本來就是那個非凡的故事 到當代他們的信仰 怎麼樣才先記一些故事 那會告訴我們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文化是活的 不是只留著那種很古老的傳說而已 而是一直到現在 他們的信仰都還一直活在他們 那個就是跟他們很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讓他們的業績 剛剛講的話 所以其實他們的祭典 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斷掉過 你們知道會有多困難 他們的祭典 比我所知道大部分 YouTube的祭典 都還要保持得更完整 或是因為很多YouTube 因為很多祭典 就停到那裡 很多外來的因素 可是很多都是當代在重建 他們的祭典 從來沒有斷掉過 而且大家看那個公改 就是他們除了一個 就是大公改之外 他們還有小公改 是屬於各家族的 像通常他們就是斷架有一個 他們家是那個祭司 所以他們那個是平常 他們不只是那個業績的時候才會去 平時每一天什麼時候 該去的時候他們就去打掃 去拜拜 然後他還要傳給他的兒子 他兒子很小的時候 就要講他 他剛才對咒 要噴那個酒 他小孩都要練習 所以就說這些東西 都還是存在 不能夠透過語言這件事情 說他消吃了 那語言消是有他的一些原因在 因為他們在 剛剛說他在平地 最早跟外人接觸 然後而且我一直不懂 所以為什麼 你聽到一個原住民 明大語講得很溜 你要嘲笑他呢 我看到一個原住民 明大語講得很溜 我就覺得他超自卑 為什麼我的語言 他講比我好這麼多 當我碰到一個人 明大語講比我好 我不是應該 我自己講到慚愧吧 我不是我說他那個 因為他們的語言是被禁止 被那個的 可是我們是多數人 所以不會講自己的那個 那其實平骨族跟我的 因為我自己沒有做平骨族的研究 所以我第一個 給我比較大影響 是透過段黃昏 第二個 就是我等一下要介紹的 就是因為 埔里 其實埔里有六個 拼骨族群 那他們當時是因為 在西部 受到清朝的 就是漢人的 入境的壓力 再加上 埔里有些因素 找他們過來 所以有六個 拼骨族群到了埔里 那他們陸續有在正名當中 那這幾年 大哥常聽到一個是 一個是卡夫 那這幾年來 卡夫是 正名的力量滿強的 那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年輕人 這邊是一個很重要的 齊勞 大陸群 然後那邊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他本來是要過來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這個儀式 大家看一下 你剛剛弄到沒有 你騙他看一下 你到底有一個動態的感覺 好 現在都從小開始小子 都會講簡單的 滚弄在哪里 你只可以求求看 撒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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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他只翹翹起來 一開始我想說可能還不是瞭解那麼多 然後到後來我讀完大學畢業回到節目後來講出話 就是導人家就會教導 就是教導我一些文語啦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境啦 這樣我的語言就被全國教學的語言說 我們是全世界一定絕種了四八種的語言 然後在自己的部落竟然還有老人家到現在都要 還會懂得不明的話 然後雖然我們不是政府承認的民主 但是我覺得我很佩服我們的老人家他們可以一直堅持 每位加哈姆舉辦通年紀錄 已經成為首層社區加哈姆族最重要的盛事 同時也讓不少年輕一輩的族人 開始重視找回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不過族人們也希望加哈姆族存在的事實不容否認 他們也是最早居住在台灣的原住民族群之一 再努力找回港澳湖傳統文化之餘 也希望能夠喚醒各界及政府對港澳湖層存在的公事 記者呢 南東府已採訪不到 他們的祭典比較沒有像 其實來那邊就是沒有 他們是有斷掉很久後來在重振過 那其他有在像族人親 然後 然後 可是他們的剛剛幫我講他們的語言 跟其他母族來說保存比較好 當然是因為地理區的關係 因為在波里是台灣的內地嘛 所以給予我理想比較少一點 所以你們 剛剛我有一個網路 是他們語言網的這個 對 這很有意思 因為剛剛有個新大語言所的學生 這其實是一個 現在新大語言所的學生叫林鴻入 他當時是開牌 原來是紀大中文系的學生 你看一下那個 對 再往下拉 對 這就是他當時在紀大那邊 然後他就發現了 然後不是這邊 他有人在做這個語言 他就很 因為他的語言很有興趣 所以他就在那邊去做眼睛 後來剛剛有很好的關係 所以知道現在念紀大語言所 都在紀大學做研究 然後這是他們 幫他們做的一個語言網 你可以去看 裡面有很多 他們做語言的紀錄 包括老人家 可以完全用 對話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很多事情 我覺得這個還讓我蠻感動的 就是說一個大學生 到底可以再互動 做什麼事情 他們互動得非常好 已經這麼多年了 然後就是 包括他很多事情 他們都可以一起參與 然後再給看一下 他們 最近最後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板牛屋那個部分 第二個 不是上面那個 上面是那個 上面是那個 板牛屋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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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足人對展示的 製作文物 討論熱烈 包括藤編帽 手提龍 吃花腰群 長換衣 也因為這些文物 都是他們九仙 合物傳下來的珍貴文物 有的主人看到這些文物 已經極竟過累 看來喔 我整個 我整個 天內褲的景色 真的一直小褲 我又見到我的子仙 那我就分享到 我的子仙 他們的祝惠 為什麼可以把 那麼漂亮的這些 所公益 做得那麼好 那就傳承 流傳到現在 讓我們 能夠見到他 看過來 但是 不知道 那或是 或是 嘎嘎不得休息 還是 別人的東西 都一樣 通通 他女 他女 都聽到 所以 我不敢認識 以前 就會看過來 所以 現在是 再一次 看一看 是不是 精正的 這個東西 在台大人類學 西教授 胡佳瑜 分享介紹之下 這些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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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在台大人類學文物館裡藏 歷史90多年 許多 凡哈佛圖人都是第一次青年看到主制的文物 凡哈佛青年 發政昊說 他們近期正在推動凡哈佛的傳統編織課程 所以要透過實際的文物參訪 會了解凡哈佛的傳統圖文 除了從原文化 除了做原文化之外 我們還沒有辦法從工業角度 再回來看自己服服的文化 那再把自己真正的傳統圖做回來 就不用寓意付現在已經製作大量生產物 我們就是有一系列的職務課程 他們從最簡單的品質開始招 然後再由我們一些工作人員到台大這邊去做拍照 然後再找專業的直播老師幫我們做多的分析 那我們就是從最簡單的品質 然後再了解自己的圖文 然後希望慢慢的透過這系列的再學習的課程 有辦法有一天再把自己傳統的課文再調回自己的課上 目前來要收藏在於有42件的凡哈佛圖文物 從這些文物可以發現凡哈佛的傳統工藝非常細緻 只會希望有一天能夠將這些美麗之文透過文化附贈 讓卓人能夠在即圈上傳統的故事 記者的答案在課程是怎麼報導 我覺得這個還蠻感動的 是因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哈佛在過去是在學者分類裡面 就放在Basai底下的 然後他們就是去台大 就是那個盤子浩他從我以前發現好些東西以後 就跟人的學習不好是聯繫 然後去了以後 他們說說沒有寫格哈佛 都是寫反正 因為裡面沒有達佛這個分類 可是他去了以後 因為哈佛是從哪邊收集的 他就是從市莊那邊收集的 所以他寫案是格哈佛的 可是因為這個互動以後 他們去看過以後 然後老闆在看過之後 還知道是誰捲的 也不知道是誰的阿公捲的什麼什麼的 然後之後 胡老師就說你回去以後 他現在就多了一個格哈佛的分類 因為他們去找過以後 然後學術界面去接受說 誒真的是格哈佛的東西這樣 然後他們現在 因為他們今年就是有那個 魔力部落的計畫 就是第三個 因為他們回去以後 他們請專家去把那個字文重建 然後他們現在在支部 就是在 這是他們開會的東西 大家學的很開心 好高興喔 我跟你講 我來講 他們還有一個老人家 知道他能後來還做過 我自己想吃 我自己想吃 沒關係 我要講 時間量不太夠 就是說 因為擺他可以跟他們最近 有一定的 一個就是男一大一個學生 也是都很熟齁 就去 他是不理人 然後就拍了一個大部的紀錄片 然後裡面我非常驚訝 雖然說我也是耗了一段時間了 可是我看他在片子裡面 他可以跟老人家這樣完全用 可是他們就去訪問了 他從回去 之前一句話都不會講 這幾年他們在這邊附贈 一起老人家教 他們現在是說大概有十二個老人 是很會對話 那有些是聽一點點而已 然後透過這十二個老人 他就做很多的語言的手冊啊 節目啊 什麼交小朋友 他現在可以用 是用 完全用討語去跟人家做訪問 我看影片超級感動的 他們做了很多的事情 嘿 然後其實這部分 也透過Pulse這個人 真的讓紀大附近 很多人跟這個民生 很認識他們這個主廚 那對我想說 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政府 要認定原住民的標準 說你要去跟政府證明說 我的文化是存在的 可是有很多文 第一個就是說 之前就是 你破壞了我們的文化 大家知道早期就是 童話政策嘛 就是要你 生活改進 三地現代化 然後當時很多東西被丟掉 不准講方言 現在人家都丟到老人家說 你看 你們有文化了 所以你們是原住民 這很奇怪 第二個是說 原住民這個詞語 它其實是一個政治名詞 為什麼會有原住民的詞 它是相對於外來執語者 如果說台灣 都是南島語族 沒有漢人進來 它不需要是這幾隻原住民 它就是這邊的人 所以原住民的部分 它是什麼意思 它是說 相對於外來執語者 早就居住在這個土地上面的人 那是因為外來執語者 透過五六種方式 在他們讀 他才很少數 所以這樣才叫原住民 所以 以這個標準來講 這是國際通用的一個定義 難道就是 憑普讀取 他們當然是原住民 因為他們是在漢人來之前 他們就住在這個地方 是因為 他跟漢人接觸比較多 被享受文化 而不得不使去很多文化 包括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 包括現在很多原住民 都會誤會說 當時就是他們是 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原住民 現在幹嘛要來要多東西 可是這個東西也是我從 我那時候幫動 不能看他的論文什麼 我看到他剛剛 修很長的那段文獻的結果 還知道說 當時政策那個方式是 又不讓他們沒有機會去 沒有通通他們 他們可以有去登記的那個機會 所以這東西其實 不是他們願意造成的 他們會來承受 加很多的這個責任在 那現在為什麼 政府不願意 為什麼 格華蘭可以證明 他們不能夠證明 其實因為 格華蘭 本來就有原住民身分 只是不是照過格華蘭族 所以當他證成格華蘭族 對於政府來講 他並沒有多他的財政的負擔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是 你說證明 現在所有可以證明的 都是原來是原住民身分 只是他名稱上轉換而已 可是他們原來沒有原住民身分 所以剛剛你講的那個 基於國家財政的資源有限 所以不能夠這個 所以這到底是不是 是一個可以說服大家的人 想可以為這個 給大家想 好 那我想跟我們一起給大家討論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我覺得回到我們的主題 就是譬服證明跟文化語言符證這個部分 那不管是這兩個主題 不管是這兩個主題 那都是因為 有一些人的努力 然後也讓你們可以去了解譬服族群 然後也可以去看見他們的一個 文化部分這樣 那还是想要留一些时间让大家发问这样 那有没有人想要提问的 我们第一轮要先上一个问题 那我们请那个 我们请东大哥跟邱老师可以做到请了 来 刚刚我们信息 刚刚我们信息一直看到 看到了 平第三包 平第三包 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 你就住在平地了 就是你就住在平地了 又不是住在山上 你好歹也叫平包吧 你好歹也叫平包了 这个是我的匪夷所思 然后第二个 国家财政的资源不足 所以不足以下 那我也可以说 就是国家没钱 所以我不分钱到同事婚姻商人 国家没有钱 所以我们不分钱到移工 那些外籍新娘 就是外陪外籍新娘 国家没有钱 然后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些移工外来的 所谓的外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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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这 这这百云 但是MODAN MODAN当场有9600亿 然后你百云 你娘亲的百云 200云说我没有钱 这是根本是推脱的词啦 就是说第一个 我先给大家这个再给大家分 就是那个山帝 山帝 山帝 土地藏 这些百云 是非常破了逻辑的名词 比较存在很久 那后来原住民要证明的时候 他就说原住民这个 你们没有办法证实 你是不是真的 对你早住现在这个土地藏主 他说可能要叫先住民或什么 不是之前叫山帝 错了科学吗 也没有 这不错就算了 所以他虽然说过去是9族 可是我们的形式 其实从来没有以族为单位在做 就是说如果以族为单位 他应该说 譬如说民意代表 要各族至少要为一个 代表他们族群的人 这样才公平 可是我们过去不是 他只是以你住的地方 你住在山地的 他就叫做山地山包 住在平地山包 所以同一族的 像台湾族有些住在平地 他就是平地山包 他就像台湾族是山地山包 所以选举的时候 所谓的山地山包 有候选人 所以他们要跑去全国的 山上的那个 然后平地都跑平地的 然后你小子永远 选不上 变得太爽 所以它本来是一个 很莫名希望的一个体制 然后 这民主民的话 是改成山地游住民 与地民主民 还是要这样选吧 目前我们就这个样子 我这边要修补一下东西 刚才讲得太比较激热了 很怕走不出去 好 我是一个早期比较一个极端的民主主律者 所以刚才我在讲那个85块的东西 我没有去要否定我们一起 那我们要自己的血缘 我觉得台湾没有出去的问题 这不是由政党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这样的认识 台湾才会往前走 那这点我们的修宪是有关 因为我从小受到这样的提示的一些经验 所以说早期的时候我会对一些朋友 突然间跟我讲说 我也是 我觉得以前一村庄那些小时候 像我是华纳的人 为什么现在变成他也是原住民 那时候情感上 比较不能够接受 后来发现人家确实 可能有164分之1 或者这样的认同 为什么不行 只要他对我们的文化有认知 你不要连平补族 不是一个族 你都感不清楚 你来跟我说你是原住民 是我们平补原住民 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对我们的文化一定要深度去了解 你要认识这个族群 你要对这个族群 产生你自己的自我认同 没有你可以否认 但是千万一定要记住 对这个族群要认知 要知道 第二个就是 原住部落民 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只要在部落里面跟我住久了 我们会认同民是 我们这才能 绝对不会从许言上面去区分 所有的原住部落都是这样子 像我们部落里面有一大群 其实都是最近 大概一二十年才搬进来的 这一个汉冷进来我部落 你跟我一起打拼啊 他娶了我部落的女孩子 然后生了孩子以后 连他老公我们都正常是 我部落的人啊 所以说大家这几年 台湾在做这样的族群运动里面 爸爸坚守国土人的正常 我希望大家能够改变这样的观念 对这个族群才有帮助 你不要勒 因为你要去正常这个族群 伤害这个族群 我觉得死不太好了 那我要讲我是一个坚决的 支持台湾独立的一个人 我是原理 我只要跟中国人在一起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因为台湾中国人的爱上西拉雅德 你只要对我的文化有深层的正视 跟我一起上街头 好不好 我们在去做运动的时候 能够跟我一起出去的话 那基本上你是 是我认同才是真正的 这我补充说明一下 好 好 还有问题吗 我想 我想 我以前是因为 以我之前对国族主义的认知是 不分族群的是 一群人认同某一种价值形成的 一个国家的一个形态 那 因为常常我们用名词的时候 对国族跟民族的时候 搞不太清楚 那在原住民政议题上的 所谓刚刚老师讲的国族 只是我们台湾这群人认同某一种 比如说多元文化 各种各式各样的人权 等等议题价值形成的一个群体 还是还是把国族归在跟民族 有点相关的那种状态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请请 那基本上 我最近接触到了很多的 我要谈的那个东西 是所谓的民族的东西 不是那个多元文化的 因为我们这里面接触到一些朋友 一直要来跟我们谈 其实你这些网络上都可以抓得到 里面有非常手动的 就是 英文运动是最好的台语运动 你随便打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说他要 他就是要故意去区分 台湾能跟中国的不同 所以说他要拿自己来 当他一个理论的警察 所以我讲那边国族的民族 目前我接触到 有一些人在跟我谈国族的东西 有四十个民族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 从我看来在普通说明 你应该认为 你应该知道 我不是一个用询名去看待一个人 他的是我认为 一个 时端的那种分析 以前是 现在是 我有感受知识 这才是对的 所以我讲的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就是说 一般讲 国族这个词 他们不会说 他们自己是一个国族 不说它是一个民族 或是一个族群 国族比较是在一个政治实体上面的 那不是国族概念就很 就是一早期在国族概念 是说 好像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 可是实际上一个国家 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可是为了 过去为了把那个强化 一个国家是一个国族 国家是一个民族 好像要统一体 所以才会有 中华民族这个造出来 还有麻烦罩都属于同一个 然后包括很多都是这样 快发现这事情是很有问题的 你是在牺牲少数族群的权益 对 所以他们现在谈的 那个是 他们并不是想要 希腊自己独立变成一个国家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就变成一个国族 他们现在只是要在 中华民国这里 中华民国里面 持有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民族 他们其中一个 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特色的一个民族 这样是这样子 两位好 我有个 这是因为我本科是念法律系 那 刚才听到 你刚才对判决的意见 我觉得是没有感受 就是有一些判决 其实都是本科是看的 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那我刚才有大约看了一下 那个99年那个 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 那我先讲结论 我结论我是不太认同他的 那 可是他有一点 他的提出说 基于那个 权力分立原则 那立法者 立法者在这方面 有他的裁养工具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认为说 这个其实是 涉及宪法的问题 因为 这不是法律程式的问题 是宪法程式的问题 特别是宪法第五条 跟那个 知识条文第十条 他们都想说 原住民的权利是必须要保障 可是 这方面可能会变成是说 到底法官可以做什么 因为 基于权力分立原则 一些东西是司法权的东西 一些是立法权的东西 他的意见是认为 这是立法权 就是立法者他们要去改的 而不是法官说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是要改的 因为这方面法官没有那个权 说他是违宪 可是他有一个权 他可能可以申请 那法官是指 这是解释 那就是变成一个狮子 可能会解决的问题 可是 现在大家要知道 现在大法官可是 对 那这方面就 我必须说了 这个是实物借解 普遍都会这样子 用门 这是立法者的责任 所以 他是闪没错 可是大家都这样闪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刚才听到 你们对原住民的定义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 我确实 我看那些条文 那些原住民身份的法 那些可能 他们都是 对原住民本身 不太了解 到底是怎样的概念 坦白说 我没有听这个影响之内 我也不太了解 那所以说 这个落差 这个落差 可能需要用法 就是修法来补充 这个会变成很漫长 的确是没错 可是 学法律的人会觉得 有时候是很悲哀 有些东西是 没有办法 自己一个人去改变 或者是 就算整个司法界 有些共识也不能去改变 那 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的问题就是说 他说 基于那个国家资源的有限性 那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限制 有一些都是不可以限制 那他连结的东西就是说 因为 我会想到 社会学会想到一个就是 反向的启示 意思是说 有一些东西是 小数人才会有的一些权利 譬如说 在误学的时候 可能会有加分 或是什么 那这些都是确实的东西 那如果说 这方面 原住民的权利 譬如说 我们把它认定 把它矿张 那的确是 在资源上面 可能就要给这些 多一点的一些权利 我认为是 就是 他会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说 因为他要动一把 牵全身 那所以说 他会把它推到立法者那边 那如果 司法者 把它变成是说 现在 那个 中央政府 把他 那个核定 那个种族 不是说 那原住民的办法 有问题的话 那可能就会变成是 很多法律要修改 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会认为说 我们从立法者修改 方向会比较好吗 还是说 从司法者 会不会 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没有 遇到赚钱 好 那我们也听到很多法律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这样跟大家回答 就是 当正义遇到法律的时候 基本上 法律 跟正义 正义是在人心 法律是在人的嘴巴里 所以说 我为什么会讲说 其实这几年 我做了一半个十年 大概这一两年之内 我是很悲观的 非常悲观的 那现在 我们在打了一个 刑事官司即使的 是一款策略 听到人不要去 你偷偷的跟人家讲 其实最后是在寄望 所谓的大法跟事件 但是 我又去看了那么多案例 以后觉得 说 大法跟事件完 这个国家 要听吗 所以这是很厉害的事情 大法跟事件完 那马英九的很多的案子 大法跟事件完 还有台北市政府有陪那个吗 有陪那个健保费吗 没有嘛 这是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个 好 那就要修法 好 那 所以说 法律的这一条路 其实我 我不是很看好 它是一个政治动作 这边可能会有一些 耐神的粉丝 他会本聚 基本上 耐神的话是 政治动作比较多的 在基本上 我是一个大炮 所以我是这一条路 在台南地区的话 他对于隋西奈 我闻到政策是没有的 就只有政治动作 要打官司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说大午完事件 这个大家就了解 那再来修法 好 修法现在修了 这个我刚才讲的身份法 的第二条 修了以后呢 其实要谈 就是我刚才讲的 现在原委会的政策 里面三个 他的策略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谈了很久 就叫做平补正宁的意象书 送行政乐章 最上面他的大哥去裁剪 大哥在送给那个最高层 那他就送了我们一起洗很久 我又给我们那个老师看过 你洗了两年了 能拖就拖啊 那要先到修法 我们也知道 那修法的话大概也是很困难 我在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跟我们的时候 评估说 靠我们自己来啊 或是靠我自己 一定要去用犯法 他一定要去有游说团体 去说服立法委员 去修法 那首先要突破就是 现在所谓的官方运动 你的那几个例子 理想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谁把你的 微笑蛋白还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所以说我很悲观就这样子 全都在人家手上 那修了法以后 第一 我刚才讲的原委会的第一个策略里面 他的方案夹里面就是完全整理 完全整理 所以我们坚持的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不愤承认 不承认就要谈嘛 我们不是空手两串加一 要进去原委会 我们在汉人的社会里面 我们也有福利权 我们有社会权啊 那些钱能不能精算 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有健保补助啊 对不对 我们有社会福利啊 那个东西算出来 我们多进去原委会 因为当我们人所多少 就要从内政务里面拿多少的钱 回去原委会啊 为什么不能谈 那我们也跟原委会 所有的 所有的我们 原住民的兄弟讲过了 甚至我们 可以放弃任何的福利权 社会权 土地权 经济权 我们都可以放弃 但是 他们还是继续追上 他们说啊 要取得五十四万的 原住民部落的 开部落会议以后 阿米阿威 部落会议要开到什么时候 这个就好像啊 蔡英文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中国大使说 你要通过我们13亿人口的口识 才对啊 荒谬 荒谬 好 那 第三个 丙方案的话 它是导文算盘 因为我们所有的 屏股族群里面讲 就是说 自己的文化 语言 现况 通通不一样的地方 很多 洛杉磯 坎拿格兰 现在有人出来喊 但是部落在哪里 文化在哪里 大家会很高的指引 但希拉雅是很清楚的 导弄是很清楚的 卡哈姆法界是很清楚的 可是现在政府里面 是用什么 包裹式的一个政策 把所有屏股族 当成一个组 全部把它包起来 要丢进去给行政院去承认 其他原住民族有这样子吗 没有嘛 应该拆开来打 这样子 会被我们屏股族群的兄弟打 但是还是要讲 那个现实面的问题 你把它拆开来 这样子立足立足去承认的时候 对原住民族也会压力比较小 那原住民族现在打的 这种效果就是 你们出去自己 成一个家 那个 改动使经管的事情 那个 哪是这种 变成的心 临走的心 那个变成的那个 好 临世纪 临世纪就当朋友跟我讲说 你们自己出去外面 我们原住民的房子太小了 你们进来我画大家很紧啊 就去外面嘛 然后那个蔡淑海跟我讲 他说 我们尊重我一个老师 但是 遇到这个族群 没有听他们讲 你们以前那些做平补运动的 那一些前辈很有武器 像有些人没有武器 这群外面成立一个平补族群委员会 我们很多的 我讲了我们各个平补族群的状况不同 所以说 他认为 我自己的部落已经没有了 他当然 可能进去圆明会里面 他会真的是会很大的压力 对不对 因为谈到语言 谈到文化 谈到部落都没有 他们有压力嘛 所以说他们当时 赞成成立一个平补族群委员会 但是 我身为原住民 我从小被教我把他长大 我干嘛还要去成立一个平补族群委员会 原文会就是原文会 原文会就是要来 掌管整个全台湾所有原住民的 相关事务的 平补族群委员会 不牵涉身份证定的问题 那我们这些平补运动的兄弟们 名字很少 给你们反谈一下 你以为成立一个平补族群委员会以后 你就会当官吗 任何一个只要声称 我是平补主的哪一个组的 他跟党政关系好 他就可以去当平补族群委员会的主委 不会等到你们这些人 因为不牵涉到身份证定的问题 跟现在的各家委员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再来 我想第一点是 基于我自己本身的族群的一个任务问题 我是没法接受的 第二个就是 这个不牵涉身份的问题 绝对以后会乱七八糟 让一个对平补族群都不了解的人 来当一个主委的话 一定乱七八糟的 第三个 这样子的一个平补族群 成立的时候 你想要肯定成立吗 那牵涉到现在立法院里面 要重新成立一个 所谓的 我们讲的二级机关 有那么容易吗 你没有去游水队成立吗 连汉人都 一直想要成立一个 像汉人文会的 烙羊会的 你这么弱小的一个族群 你有办法去说服所有的 屏幕族群的 所有的汉人的立委 能够去成立吗 你原来会差一点 在整个行政院的一个组织改造 被病掉了 还要生一个新的 叫做屏幕族群 会出来吗 那真的是很困难 我这几年其实都很难过 我常常会开玩笑 跟我们自己的人讲 感觉不会让他看我算 会开玩笑 当然是要坚持走下去 只是说内线的正统 没有死掉的话 我相信还是一代一代强下去吧 要传给我的传统 我传给我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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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记住他 我传给我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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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实际上的关系 我们一位讲者 是从台南来的 然后一位讲者 是从要回台北的 所以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开放给大家 所以后面讲一下 不好意思 当然这个大哥 他提到了说 就是所谓的 那个 汉不通常是现在的男子 那个党的嘛 他们都对于 那种渔满师 都是我相对心理用 就像刚才提到说 85%的拼护族嘛 这个在九九亨教授的 那个正式 那个台湾的狗游戏 都提到的 最后这个论点 他说 那个台湾的并没有那么多 甚至回到98 这是他们的 然后再来就是 前几年 那个赛的特败 就是很 就是明明 就不是很 那个电影 可是却很意外的 收到广告 可是下一部 香港立刻 又受到很特意的打压 这些都很明显 就是有科工照合 政治操作 嗯 那另外想问一下 一个问题 那个 你对于那个 八年一时代 阿平成立了 原始 那个 你觉得他又重视你人吗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这也是我跟一些伙伴的讨论 说 为什么就是 这样国民党 对你 对于那个说 原住的议题是非常苛刻 也是刻意操作 可是为什么大多数 原住的票 通通都会留到国民党里面去 对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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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几年 对于这个问题 依照我这二十年转过来 我是认为 当然民进党是因为 一个本土的政党 它对本土的文化 跟本土的主权 的关系都会比较高 所以很明显 我这二十年里面 全部跟我们 西拉雅接触的 都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 国民党 通通没有 我不是台湾国民党 我选人不选党 好 虽然说我是民进党人 基本上就是说这几年还是真的是民进党 对民党的区块是比较关心的 对民党的区块一直很关心 可是还是国民党的票 那因为我不是官方运助 所以我没办法带他们回来这个问题 请去问一下那个其他人 所以我没有做这种问题 可是我觉得 有个原因是因为 你知道选举很多 其实真的不是看你 你也是看你最低的 那些地方基层的服务或什么 那些长期早期 国民党他真的很深深到地方 不管是农货水利 或是什么东西 可是民进党没有那样的事 因为进到那么多的地区 所以民进党一开始的形象 在电子上很多就是 街头运动啊那什么的 而且对部落 其实部落很多 像是台湾国民党一样 都是比较传统什么的 他们容易就说 民党这种造反的 作乱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在来很多理念的东西 其实跟地方民党区 真的是两回事 我觉得这两年可能比较 那个选举的概念 比较可以进到大家的 不然找些选举 其实很难 我觉得 因为地方派新的东西太严重了 地方上 派人也一样啊 你选人都是什么 可以做地方服务的嘛 你红白姐会到的嘛 会什么的嘛 所以派人也是一样啊 派人也没有在造理念在选举啊 你们觉得派人有嘛 也没有啊 一样啊 那是一样的 结构性的问题 不是原住民 是特别的办法特别的 要被选的那些人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个 我们自己很多的 贫图兄弟做运动的一些朋友 因为我是一个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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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过去的 社会运动领导者 因为我大概这几年 里面参事政府开始在牵涉 这样子的 主导这样的社运动 我已经就是很少 就是早在前面了 所以我都这样去称自己 所以我刚才记得 刚才有一位 我们小姐是 民进党的夫妇 夫妇 那把他帮我传来一下心声 因为我们 前段时间小英开的 那个主角的政坛 论坛有请我去发表 那我也写了封信 给小英主席 到现在都没有下来 因为我发觉啦 民进党中央 还是对所谓的 领导政策是不了解 是很陌生的 虽然说小英主席 里面有提到这样的政策 是我们很希望老师 已经给他的 但是他对我们领导的群 是非常陌生的 那 我打算整个月 再写东西给他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我邀请大家亲自 到部落里面去 跟我们见跟面 他才会真正认识 不然就书上看了 那个学术院讨会 看了那个东西 真是不切实际 今天有没有改变你们 对我们期待的印象 有没有 太小事了 我也要去 有大方 有大方 所以啊 这个 其实 民进党也曾经在我们四方做很久 我想这不是最后一次的 因为 上一教 他当队的大英文 我还去运营会 天大派桌子 但是他就是 其实就是要政党人体 他说 我们民进党一定会继续执政 我们慢慢的 其实有很多明星 后面在这边讲 所以我希望 就是说这次小营 真的是大家都蛮期待的话 那也能够真正听听我们部落的声音 不是只有这样子 听干部讲一讲而已 我一定 因为我不是电脑打 我都亲手洗 我亲手洗 我亲手洗 请那个族群事务部的副主任 交进去 我亲手交给他 所以我还是没有用 一直没有你跟我人用 我会继续 我会继续 我一直写五封 大概忍耐度五封 我当年 一定会用五封 好 谢谢 好 那个时间关系 我们真的要在十点之前结束 那我觉得 平埔族群的正名运动 它其实是 就是让我们了解出 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那也就是说慢慢长路 那我们可以做的 好像就是 不要把它变成 不要让它 还是个人们的议题 我们就是去关心它 或者是说 呃 跟着段大哥一起上街头 收兵 对 好 那我们今天 看看 小老师怎么做 好 那我们就会后再 再来 没有 要现在吗 等一下讲 好好 马老师都记成功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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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 这边 我只在写一本书吧 这是我们的画车 我里面画的 这是我们渡海的传说的故事 我写的故事 里面 里面的话就是希拉表里 我现在每一年都 都说至少要写两本书 那去年 已经有出一本 那个阿里竹新娘研究的 那今年 还有一本老照片 今年出了 这个西亚部落 吉倍老部落的神话产作故事 那如果说 你们想要 买的话 你打吉倍爽三个字 网线上面 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 观众室里面 可以给你们做这些 这个我自己写以后 也都缘拿稿费 就直接卖的书 都给我们部落 当文化发展的基金 好 谢谢你们